《一条大河》 从小到大 长江这两个字 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中 它是李白的孤帆援影碧空镜 是杜甫的不进长江滚滚来 是刘勇的千里烟波 木崖沉沉楚天阔 是苏式的大江东去浪淘境 千古风流人物 也许对很多人来说 熟悉这些诗句 更甚于熟悉长江本身 有遍江苏四年来 我有幸走遍了江苏的长江两岸 对我而言 它是南京岳江楼下的风云敌荡 是镇江西京渡口的人间烟火 是江阴冰江要塞的澎湃激流 是南通江海之门的辽阔无边 每次旅行遇见长江 我都能重新认识这条大河的豪迈与温柔 它是如此厚重 经过五千年岁月的洗礼 见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次次蜕变与重生 它又是如此轻盈 是江屯嬉戏的乐园 是欧鸟翱翔的净土 是每座沿江城市最亮丽的风景 也是江边百姓最浓情的乡愁